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李慧怡 和大家看看欧美股市 今晚的收市情况 见到美股年跌第五个交易日 投资者担心联储局积极加息应对通胀 可能会令到美国经济陷入急剧的收缩 加上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 两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4.29厘 俗称恐慌指数的week波幅 指数徘徊在三个月的高位 道瓶斯工业平均指数 收报29,260点跌329点 跌幅1.1% 道指由今年1月收市高位已跌超过两成 技术上陷入熊市 标普500指数收报3655点跌38点 跌幅1% 11个板块几乎全线下跌 以防地产和能源股板块跌幅较大 标普500指数年初至今跌跌2.3% 纳斯特克指数一度升超过1% 其后跟着大市下跌 收报10802点跌65点 跌幅0.6% 各别股份方面 亚马逊升超过1% 微软和Tesla靠找Netflix跌跌1% 港股美国预夺政权的表现 ADL普遍下跌 匯控之下给本港收市升0.4% 5,769点跌14点 原油期货价格跌至近9个月低位 受累美元的强势 加上多个加息引发了对经济前景的担忧 或影响原油需求 纽约期由每桶报76.71美元跌2.03美元 伦敦布兰特期由每桶报84.06美元跌2.09美元 看金价 外围金价跌超过1% 由于美国国债收息率上升和美元走强 纽约期间每日报1633.4美元跌22.2美元 看美元会加 英镑对美元跌至纪录新低 因为投资者担心新经济计划将会損害英国财政的状况 英伦银行表示 在资产价格大幅波动之后 正非常密切关注金融市场的情况 美元指数就升穿114 一度升到2002年5月以来最高 其后升幅略为回顺去到114.05 升0.8% 看回新美元会价 港元是7.849 日元是144.32 欧元是0.963 英镑1.077 瑞士法郎0.991 家元1.368 澳元是0.649 纽元是0.568 看美国各付债券 10年期债券报3.87 30年期债券报3.7 这时间看港贵最新走势 看到恒指最新报17857 升3点 葛企指数最新报6125 跌12点 大市成交暂时60亿左右 这环节相差不多了 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全头见 月长银提提提你 现货黄金卖入价1631.73美元 卖出价1632.02美元 现货白银卖入价18.502美元 卖出价18.533美元 以上资讯由月长银提提提 结束